耶誕節怎麼過 小朋友來到經營耶誕城 跳上氣墊床 開心的跳上跳下 各式各樣的氣墊遊戲 讓他們盡興的玩 用不一樣的方式迎接耶誕節 中華王爺慈善會 和土城三峽區立委參選人李靜穎 在三峽舉辦經營耶誕城活動 白色耶誕樹帶來了過節的氣氛 陪伴大家開心迎接 美好節日 三峽這個區域一直以來 都是這幾年很多移入人口 然後人口結構也去年輕化 那像我們的北大社區 其他地方都在縮班在剪校 我們三峽其實很多學校都在擴班徵班 所以在三運動中心這個場地 這片這麼漂亮的綠色草坪 我就帶來了很大的聖誕樹 還有引進整個北台灣最大的動力砂石 以及在裡面辦了很大的氣墊活動 其實都是希望用實際的行動來告訴大家 靜穎其實很關心 親子活動空間還有兒童的福利跟兒童的教育 希望能在這一塊把三峽跟土城打造成一個很宜居 很適合親子的友善宜居城市 李靜穎當起聖誕老人發送糖果送給大小朋友 看到他們開心的笑容 感受到經營耶誕城所帶來的歡樂氣氛 李靜穎說土城三峽比較少舉辦大型的活動 因此選在三峽舉辦耶誕活動 讓親子們歡樂過節 我當然希望說能在整個期間 盡量都是安排更多的親子活動 或跟年輕人有關的活動 因為畢竟新人出來參選 希望帶來一個新的氣象 那希望跟過去傳統的選舉模式不一樣 那包含邀請音樂會或演唱會或是劇團的表演 那像之前我在土城邀請郭台銘先生辦了一個果凍樂園 是以親子為主 那這次在三峽是以聖誕節為主題元素 那再加上親子的活動 我就希望傳遞一個選舉其實可以是歡樂 不是對立不是仇恨 那把希望跟愛跟小孩子的夢想 能散佈在三峽跟土城的每一個角落 距離明年選戰進入倒數計時 李靜穎和地方團體舉辦耶誕活動 除了陪伴大家過節之外 也為自己充斥選情 期盼土三地區的選民 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三峽採訪報導